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都是为了去除山味 第一次把那个柳杂 拿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很崩溃 它是很黏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草什么的 那我那时候 就我们一边洗一边 就是苦中作乐 就会说连连乎乎的 一堆异形 卤汤的香料不下二十种 既有常见的小茴香 八角 桂皮 也有小会从网络搜罗来的 罗勒 熟尾草等等 各种香料的配比 既有惯常的克树要求 也要看个人的口味偏好 直到把料包投入锅中 繁琐的前期工作 才算告一段落 牛筋 为一锅牛杂包带来浓稠的胶质 需要炖煮的时间最长 约需一个半小时 牛肚 牛肺 牛肠等 炖煮的时间各不相同 熄火后还要再嫩一夜 如何让牛杂更入味 更软烂 是各家牛杂店一较高下的秘籍 牛杂每一个部分它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部分的香它要突现出来 然后让你觉得我是在吃牛杂 但我不是只吃那个汤汁的味道 吃牛杂包一定少不了萝卜 讲究的是萝卜要有牛杂味 但牛杂不能有萝卜味 于有些时刻而言 对萝卜的热爱甚至超越了牛杂 萝卜牛杂 萝卜牛杂 多年以来的经典配合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也是为你而才做的 咖喱与牛杂的相遇 是偶然也是必然 小慧经过了很多次的实验 已经推出就广受好评 就是咖喱的本身的香味会比较低一点 那我又会想说 要不要把印度的做咖喱的方式 融合进来 来 这是我们最新的咖喱 吃一下 尝一尝 正宗的广式牛杂包 少不了炭火和瓦包 瓦包能更好的传热和保温 让炭火产生的热量 进一步提升牛杂的香味 秋冬季节围着一炉炭火牛杂包 正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说实在因为我还挺喜欢做这个的 虽然很累很苦 但是每一个首课过来 他吃完然后觉得很好吃 给到你一些肯定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好感觉 另一样 在粤港澳大湾区长盛不衰的 是各式各样的粥品 显肉粥 是中山沙溪的传统特色粥品 选用新鲜的黄沙蜆 包出雪白鲜香的蜆汤 将蜆肉蜆壳分离 剔除蜆壳后加入香蜜熬煮 鲜味十足绵密香滑的蜆肉粥底就完成了 一盘是六年七年都有得买 保安就出来找一个门楼咖喱买 我个个都喜欢吃 我这有钱又喜欢 穷的又喜欢 大家开心 寻多寻时没问题 寻多寻时是几百元 沙溪镇盛丝村街边的肥婆贤州 持此一家别无分号 老板娘阮桂馨66岁 每天准时出现在摊位 她本人就是能让食客们大快朵鱼的保证 来这里吃粥的人不在乎店面环境 也不介意风吹日晒 十元一晚的险粥粥底 还可以加鸡丝 蟹棒 胶磊等等配料 风简流人 没有人说得清楚喜爱喝粥的原因 但几天不吃就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中山这座城市的人们 低调 务实 又讲究品质 中山人的口味兼容并蓄 他们既可以接受价格便宜的街头小吃 也能够欣赏九楼大厨们别出心裁的创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